抄著大陸口音的理性男子 講著講著 嗆騎士要砍人 更扯的是理性男子一開始 狂講英文 扯東扯西 還說自己是阿湯哥 警方一來 騎士立刻說出自己的遭遇 那個時候他在那個地方 斑馬線很難 然後他就莫名其妙走過 然後用英文問我 能不能坐我後座 然後我拒絕 然後他要走的時候 就稍微拍了我一下 騎士成性男子 5號凌晨1點26分 騎到海邊路跟新田路口等紅燈時 理性男子突然過來搭散 要求要坐後座 騎士不甩之後 理性男子竟然拍他的肩 還拍打油箱 騎士怒問對方幹嘛動手 朋友聽到他說要砍人 立刻報警 警了解系行人李南 不以為重機騎士成男為好友 遇搭乘機車遭成男拒絕 而產生口角 警方到場後 發現李南散發酒氣 警檢是未發現為禁物 警方確認雙方無資理衝突 僅口角糾紛 當場告知報案的相關權益 並警醒隨時可以自他有所提告 警方一查56歲理性男子 酒後認錯人 將化過成語無倫次 海中英文夹雜 讓騎士一開始 誤以為是大陸人 警方後來發現他是台灣人 從台北來高雄旅遊 酒後認錯人 鬧出插曲 嗆下要砍人 騎士對此暫不提告 不過當下的心情 實在有夠莫名其妙 東森新聞在高雄的採訪報導 警方 警方 sagt